明朝天启大爆炸 无论男女一丝不挂 死伤多达两万人 世界上最大的爆炸案 就发生在明朝的北京城 此次大爆炸仅是覆盖面积 就达到2.25平方公里 死伤共计两万多人 甚至刚满周岁的皇太子 都不幸在这次事故中遇难 后惊人估算 此次爆炸的威力 约两万吨当量的黄色炸药 比1945年在广岛原子弹 爆炸的威力还要大数倍 不仅如此 据说当时爆炸所产生的巨像 传播百里火光冲天 上空形成巨大的蘑菇云 光半径就达750米 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爆炸范围内 伤者和失手的衣服 都被悉数卷去 更给此次灾变 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天启大爆炸 天启大爆炸 又称为王工厂大爆炸 发生在明台天启六年 也就是1626年5月30日 当时京城上空晴朗无云 忽有震耳欲聋的呼呼声 突然这时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大火球 这一大火球从城东的天空 直接滑动到城西南角 就在火球坠落之时 刹那间天昏地暗 尘土与火光齐飞 天崩地县万事平尘 东至顺城门大街北至行不见 三四里间的所有东西 均被炸成坟墓 木材 石块 人和畜生的蚕食 如同雨点般落下 恐怖的惨状灵弱大的北京城 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爆炸的威力让其中心 升级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爆炸半斤约750米 面积2.2平方米 死伤两万多人 其威力可见一般 据史料记载 大爆炸有一个很长的郁郁过程 灾变前一年大旱 灾变前一月 有人看到鬼车鸟 其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 也被称为九头火鳳 停留在京城的观像台昼夜哀叫 灾变前半月出现双冻灾害 灾变前八天 天空的东北处 有像棋子一般的云彩 先是白色又变成紫红色 灾变前两天 空中出现了黑色的乌云等等 灾变前四个小时 地安门火神庙 突然传出了音乐之声 当众人查看时 一个火球从殿门中滚出 然后突然腾空 众人以为是火神显灵 正要击败 东城墓地突然响起震声 两万人瞬间被炸飞 皇太子活活被砸死 三百多年前的天气大爆炸 到底有多空前绝后 灾难附近的房屋瞬间崩塌 而且路上行走的路人 顿时被卷起 以时间经成内心风雪云满目疮痍 比如记载中说 宣服总兵一星七人 在圆弘兽大街拜访贵人的时候 正遇到了大爆炸 结果还没等这七人做好反应 就已经身手易出了 还有不远的月星会馆路上的学堂 包括老师学生在内 一星十二人 在开学当天也无缘无故地失踪了 并且很多王府吉达官显贵们 大门前重大几千斤的石狮子 也都被爆炸冲击波 冲击到了很远的地方 之后还有奇怪的现象 在离爆炸地较远的人们 虽然没有被卷入其中 但他们身上的衣服 却在一瞬间被剥落 男女老少皆如此 一时间街上出现了许多裸体男女 其中一些裸体的男女不知为何 倒地而王弹有些却安然无恙 有些衣服竟然都飞到了西山 被挂在了树枝上 而昌平州教场中衣服成对 百姓家中的衣服 首饰 银钱都有 当时爆炸重心是处于王宫厂 而皇宫离王宫厂又较近 爆炸发生之时 天启皇帝正在前倾功用早善 突然大殿震动 皇帝扔下饭碗直奔交太殿 躲进了大殿的桌子底下 侍奉皇帝近早善的太监 切死于非命 甚至布满周岁的皇太子朱慈菊 也被砸死在自己寝宫中 当时根据各方面的调查 天启大爆炸核心发生地点 正是在公王府附近 存放炸药的一个地下仓库 但根据当时库内存放的炸药数量 推算出的爆炸影响力 远远达不到天启大爆炸的规模 但根据当时的科技条件 大家又无法找到其他原因 于是天气大爆炸 也成了古代很大的一个选案 如果说是火药爆炸 为什么爆炸中心 不分寸木 无分烧之计呢 如果是地震 为什么个别地方人的衣服不价 但人却是安然无恙呢 或者很多人和死者都是全身痴乱 很多衣服都飞到了西山挂在树上 所以爆炸的奇怪特征 是火药爆炸 地震等原因所无法解释的 明朝神秘爆炸堪比核武器 民间还有阴兵过道一说 背后究竟是何原因呢 有人认为这场大爆炸 与核爆炸非常相似 从记载中看 有不同颜色的蘑菇 灵枝状的云柱 植树在京城西南角 这与核爆炸的蘑菇云非常齐合 而且爆炸中心没有损伤 但周边受损严重 有巨大的冲击波 并伴随着火光和爆炸声 爆炸范围也非常广等 这些现象简直与核爆炸如出一辙 难道在明代就有了核武器 如果这是真的那核武器又是水灶 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些谜题显然无人能解释 在这场爆炸中 发生了太多超乎自然的神奇力量 以至于如今科学家们都无法解释清楚 有人说是亡工厂的火药爆炸导致 也有人说是陨石陨落 总之就是众说纷纭 使其变得愈发离奇 不过古人最认可的一种说法 竟是因兵戒道 相传在爆炸发生前一晚 一位算命先生就预言了此事 这让信奉鬼神的古人们更加确信了 阴兵戒道的说法 古人口中的阴兵 指的就是那些死去的士兵 兵拜阵亡后不甘心失败 所以怨气非常重 便会聚集在死亡之地 不愿去往阴间往生极乐 夜里就会出现在香野亚结冤魂 在特定的情况下还能被人看到 如果有人遇到一定要尽量躲避 千万不能回头看 否则很可能会被带走 相传在天起大爆炸前不久 一位双目失明的算命先生 在夜间走路时 竟然看到一排排的马车在行驶 而且马车上装的全是人头 十分离奇 算命先生也被吓坏了 立刻跑回家收拾东西 带着老母亲连夜逃离 他还将此事告知邻居 可是根本没人相信他 之后果然发生了这场 令人闻之色变的爆炸 而死去的人 正是被马车运走的那些人头 此不与怪力乱神 要知道古人对失误的运行规律 缺乏相对科学的了解 因此思想比较迷信 信奉鬼神之说 这件事越传越广 虽然我们都知道因病戒道 是一种迷信的说法 根本不存在 但是时隔数百年 天起大爆炸发生的原因 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